我打算等我们家小哥四十大寿的时候整一撕回去 今天要带大家看一下我们莆田的地方名菜 温摊羊肉是如何制作的 我旁边这个师傅他现在正在切的就是我们莆田的温摊羊肉 也叫白切羊肉 这个就是今天运回来要准备温的羊肉 全部选的都是山羊 已经宰杀干净 去了毛 卸去内脏 等一下就要放到这个煮锅里面去煮炖 为什么要在脖子上开口 开口才容易吃 里面的血给它放在里面 它下饭进去的是它家的一个独特的逆方 手跟脚给它绑住 这样它就不会撑开了 煮熟的时候也会保持这个状态 整个煮炖的过程中都不能加入任何盐 因为盐作为强电节制 它是会破坏这个羊肉的细胞膜 使水分胜出会烂羊肉变老 现在就要给它盖上 温火煮炖 两个小时以上 我们等了整整两个半小时 现在终于到了开盖的时候 刚出来的时候呢 它的皮是很软的 现在它们就要挂在这里 给它面冷却两三个小时 它的皮呢就会变得Q弹紧实 下来就是那种很香的那种香料味 下来是进行最后一步 把这只羊剃骨和分离 一般要分成三种肉 羊颈肉 羊排 还有羊腿肉 价格都是一样的 一斤多少钱 一斤现在目前我们这个是买85 我打算等我们家小哥四十大寿的时候 整一丝回去 如果我们莆田当地有九席婚宴的话 温饭羊肉是必备的前菜 要我们去尝一下这个温饭羊肉 口感怎么样 看一下这个皮它就是晶莹剔透 有点像果冻状的Q弹的那种感觉 一般我们吃这个白切羊肉 我们会沾酱油醋 就是很香 那这种做法呢 就很好地去降低了那个羊香味 又保留了这个羊肉原有的一个风味 吃下来有三层的那种感觉 第一层就是它的羊皮 像果冻的那种感觉 中间一层就是它的羊汁 入口即化的感觉 下面呢就是羊肉 就很细腻 那有机会过来我请你吃哦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